这个小女孩惨遭恶灵附身 在照镜子时 女孩突然感觉恶心甘呕 她拿起手电筒 照项自己的喉咙 可下一秒 这是2012年 上映的恐怖片《死魂河》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马兰山小镇 一个老妇人拿着锤子 走向了一个墨河前 正当她举起锤子 想要砸碎墨河时 身体却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 当儿子回到家后 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 不久后 男人打算卖掉家里的东西 搬家离开这里 此时男主尼根带着两个女儿经过 便打算下车 去买一些便宜的生活用品 可那个神秘的墨河 却引起了小美的注意 就在父亲结账时 小美发现 窗户里 躺着一个浑身缠满纱布的老妇人 老妇人看到小美抱着盒子 瞬间情绪失控 笑着小美急忙离开了这里 回到家后 父母俩开始研究墨河 但却怎么也打不开 只能感觉到里面似乎有东西 深夜 小美睡不着 又开始研究起了墨河 却无意间触发了机关 没想到盒子果然被打开 里面有一只死掉的飞蛾 一颗牙齿 和一枚古老的戒指 小美将戒指戴在手上 便抱着墨河沉沉睡去 她怀然不知 这个墨河会带来怎样的灾难 第二天一早 小美像是中邪一样 对着墨河发呆 自清赫然发现 镜子里的小美 面部开始扭曲 可当小美回头 又恢复了整场 父亲认为 或许是自己看花了眼 吃早餐时 小美的异常举动 再次被父亲察觉 只见她像机器一样 不停地往嘴里送食物 小美瞬间清醒 急忙向父亲道歉 到了晚上 身后的盒子 竟然自动打开 里面出现了几只飞蛾 另一边 翠花正在卫生间洗漱 她打开柜子 无数飞蛾吓了她 轻轻的尖叫 父亲听到尖叫声 急忙赶来 父母俩发现 小美房间门口 爬满了飞蛾 父亲缓缓地推开房门 被眼前的荧幕震惊 房间内 上万只飞蛾 看得两人头皮发麻 父亲急忙上前 将小美抱了出来 第二天 尼根找了灭虫团队 清理小美的房间 然而小美根本不记得 昨晚发生的事 这也让尼根 开始怀疑 那个神秘的盒子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更加不可思议